这永齐不但没有给母亲尽完百日之丧 在之后的日子当中啊 不管宫内哪位嫔妃去世 这永齐都是被下令穿孝的 这乾隆皇帝好像故意要让地下的那拉氏看看 你看你的亲生儿子呀 给你虽然没穿孝够一百天 我呀让他给后宫当中 每个嫔妃去世以后都得穿孝 哎你气我呀 我也气你 死了呀我也气你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听我给您讲故事 咱们上文书啊 通过两道奏折 了解了乾隆皇帝在季后那拉氏断发的前后 乾隆皇帝是如何想的如何做的 在我看来呢 这两道欲比猪批的可靠性还是不容置疑的 从这两道猪批当中啊 我们也能了解到这季后那拉氏断发呀 其实是背着皇帝的 并不是像现在大多数的电视剧当中所描写的 这那拉氏啊是当着皇帝的面剪断了自己的头发 并且呢也可以分析出这那拉氏在精神上啊 可能真的有问题了 因为啊这那拉氏啊 无论是因为哪一件具体的事情而断发呢 其后果对自己对他的孩子都没有什么好处 因为这个时候啊这那拉氏啊 还有一个儿子 就是这皇十二子永齐 哎您没看错 这个字啊他就念齐 可是您得分清了啊 这和那个爱寻觉罗永齐 就是那个号啊 藤秦居士的乾隆皇帝五儿子 生母是于贵妃克里耶特氏 哎那个永齐和这个永齐是两码士 不是一个人 清朝的皇帝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字呀 是看字不看音 因为很多字啊都是由满语在翻语回来的 所以呢这字重音的很多 您比如说吧 康熙皇帝的五儿子叫印齐 这个他的二十三子呢也叫印齐 只不过呢这两个齐的字写法不同而已 还有这个老四印针和这个老十四印针 当然了这老十四啊 后来被改了名字叫做印齐 但是没改名字之前呀 他的发音和这个他四哥是一样的 都叫做印针 并且这两个人呢又是一母所生 我想当年呀这德飞娘娘 两个孩子都在自己身边的时候啊 还挺费劲的 应该也只能叫做老大老二 或者叫四阿哥十四阿哥 那要是像电视剧雍正王朝里 这德飞娘娘啊用针儿来称呼这四王爷 那两个人可能就一块都答应了 那我想啊这会儿很多好朋友就很好奇了 那这永齐作为这个乾隆皇帝 现在唯一的嫡子 到底受没受到这季后纳拉式断发的影响呢 当然受到影响了 咱们呀先说说这位阿哥爷的结局 乾隆四十一年 那年呀功力是1776年 正月28日 这永齐在万分失落当中去世 这一年呀他也只不过才23岁 德文这皇子轰式的乾隆皇帝呀 无任何悲伤 十分淡然 灭亮将永齐以寻常宗史成员的礼仪下葬了事 直到这嘉庆四年的时候 这乾隆皇帝那会儿啊 已经崩世了 继承皇位的人是谁呀 这继承皇位的是嘉庆皇帝 也就是乾隆皇帝的十五阿哥 十五阿哥永远和十二阿哥永齐 在年纪上巴巴大 所以说呀感情非常的深 这个嘉庆皇帝呀 才念及十二兄的委屈之处 追封了永齐为多罗贝勒 算是给这王兄啊 位纪了在天之灵 这永齐在生前的时候 受到的待遇显然是很不公正的 这季后纳拉氏断发那年呀 这永齐才13岁 转过年来呀 这纳拉氏就崩世了 崩世的时候啊 这乾隆皇帝正在木兰围场着围猎 对这个季后纳拉氏的死 乾隆皇帝所表现出来的 也是漠不关心 无非是打发14岁的永齐 回京给母亲治丧 当然了 这纳拉氏的丧葬标准啊 咱们前边已经讲过了 那何止是低呀 那是相当的低呀 在这之后啊 在这紫禁城当中啊 就多了一位孤单的皇子的身影 在我们所能查到的史料当中 这永齐啊 是处处受到了乾隆皇帝的排挤 那我们呀 也得用具体的事例来分析一下 这乾隆皇帝对永齐到底存在着一份怎么样的父子之情呢 乾隆31年7月14日 季后纳拉氏并逝在紫禁城的一婚宫后殿当中 这永齐14岁回到京城啊 给母亲奔丧 并且呢奉旨穿孝 按照惯例啊 这大清朝的皇子 给自己的亲妈穿孝啊 应该穿孝一百天 可是啊 据高宗实录记载 在8月1号的时候 这永齐就已经回南书房读书了 这永齐啊 给自己的亲娘穿孝根本就没到一百日 也就是不合规制啊 这乾隆皇帝啊 让纳拉氏唯一的独子 在他死后啊 并没有完成孝道 这永齐不但没有给母亲 尽完百日之丧 在之后的日子当中啊 不管宫内哪位嫔妃去世 这永齐都是被下令穿孝的 这乾隆皇帝好像故意啊 要让地下的纳拉氏看看 你看你的亲生儿子呀 给你虽然没穿孝够一百天 我呀 让他给后宫当中 每个嫔妃去世以后都得穿孝 哎 你气我呀 我也气你 死了呀 我也气你 其实这件事情啊 细想起来啊 也好理解 这乾隆皇帝好像是故意这个整治永齐 实际上呢 他完全是啊 还在跟纳拉氏呕气 那么为什么这永齐这一生啊 只是闲散宗使而没被封绝呢 这件事情想想啊 也不难解释 因为这永齐啊 只有23岁就病逝了 如果这永齐啊 寿数要是长的话 在之后的日子里会不会被封绝 那还两说着 也没有任何迹象看出来 这乾隆皇帝在之后的日子里 不会给永齐封绝 不但如此 您别看着永齐啊 是闲散宗使 但是啊 他可是有识差似的 很多呀 被册封为这个杯子贝勒 这个君王 君王的皇子 在府里闲待着 没差似的 多了 乾隆皇帝啊 就把这个玉智蛮蒙文件 编撰的任务 交给了永齐 您可别小看了 编书这件事情 那古今一礼啊 这文化工程啊 在皇上心里 那还是重要的 不是清理的 派个人就能干 您看啊 咱们想想 前边挂 玉智二字的 这个宫廷版图书啊 这些个总编撰们 都是什么人啊 您看啊 康熙朝的这个三阿克印旨 主持编撰的 古今图书集成 乾隆朝的 纪小兰和珅 主持编撰的 这个四顾全书 那可都是啊 这皇上心中 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没有点真才学 这皇上是不会派你 去搞文化工程的 并且呀 在工作之余 这永齐还收集了 黄阿玛 以及自己的诗稿 编辑了一部诗集 叫做日课诗稿 乾隆皇帝 对这两件事情啊 都非常满意 就曾经给这永齐 有过这样的猪批 如禁书甚好 但有眉目不清述处 改正后再行成约 您看啊 乾隆皇帝这句话说的 他就放下了皇帝的 威仪很像个父亲 这里边有表扬 有指正 当然了 还有这个单独啊 就是表扬的猪批 他曾经写过呀 如所作之书 亦费心仪 华儿的意思是说呀 表扬这个儿子 他编撰这些书啊 是很费心的 看出啊 用功之初来了 我们也能看出 我这乾隆皇帝 确实是非常痛恨 季后那辣事的 从哪儿可以看出来呢 从这个永齐生活上 待遇与其他皇子不同 较之啊 档次比较低 就能看得出来 在清静大清会典当中 就有这么一条记载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啊 在永齐邦氏以后 或者是内务府 或者是礼部啊 就请旨乾隆皇帝了 像这些人啊 都应该齐及举哀 可是这会儿啊 正是摘戒期 人呢 肯定是凑不齐 那咱们是怎么着呢 是让这些 没进摘的这些人啊 先去齐及举哀 还是呢 等凑齐了 再一起去举哀 说白了呢 就是请旨啊 这个葬礼的规模 这皇上看完 这道作者之后啊 就一句话说呀 顾山辈子 夫人以下 奉恩将军 齐以上 聚不必齐及 也就是啊 这皇上刻意的 把这个永齐葬礼的 规模降低了 这里边呢 当然有两个原因 其一啊 这皇帝心里 还是过不去 这那拉氏 断发这个坎儿 再有呢 让天下人都看看 这就是那拉氏 得罪我以后的下场 就连儿子 所有的丧仪 也被削减了 但是 哎 什么事啊 他就怕有 但是 我呢 详细的查了一下 这永齐死后啊 被葬在诸华山 十二倍的元寝 在这座元寝当中啊 无论是地宫 还是这个元寝 地面建筑 都非常合乎标准 并且呀 这内务府也没少花钱 由此 咱们也可以看出 这个乾隆皇帝 对自己这个十二儿子 感情是非常复杂的 一方面呢 他有对这个 季后那拉氏 断发的恨 再一方面 也有对自己 儿子的怜爱 所以说呢 我们呢 应该细细的分析史料 不能人云亦云 不能像很多 这个自媒体作者呀 为了不断眼球 这开篇第一句话就是 哎呀 永其命运 很凄惨 事儿呢 我是跟您交的清楚了 至于怎么分析这个问题呀 还得靠您自个儿 本来今天呀 是想给您重点呀 讲讲这季后那拉氏 仅存于世的那个真容像的 哎呀 开样子时间是不够了 明儿吧 明儿啊 咱们早早早早的 我把这幅画啊 给您分析分析 我这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麻烦您 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啊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得嘞 咱们明儿见 好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